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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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痛哪裡 就這個地方 這裡 這裡 這個外懷也是 兩個骨頭 你這樣痛多久了 痛了有 從去年吧也是 從去年 去年到現在 秋天的時候 差不多 還不到一年了 還不到一年 我在台灣 這個有些都好多年 有時候痛完了它會好 但是去打球又會痛回來 因為他們 有時候休息它會好 休息是到底最後是哪裡好 因為是臀部筋鬆了 他不知道 然後去打球的時候 這裡又痛起來 你一定不會想到臀部 那一般 腳踝 我看很多患者來 都已經去中醫也看過 推拿也看過 甚至附件看過 都沒有效 因為都在周圍附近處理 包括針灸也都扎在附近 那顯然都是錯的 它唯一答案 這裡腳踝唯一答案 就是臀部 那這個臀部管理到哪裡呢 我這一千 大家看到了嗎 這一千到我現在的 這個指頭按的地方 都是屬臀部管的 所以它這裡也是 這裡甚至有些人說我痛這一點 那這一點要按哪裡 臀部對不對 對就是臀部 也就是我現在手按的地方 還是臀部管 如果你們沒有這一套 你們絕對搞不清楚 好講到這裡再跟各位分享一個 就是當他如果腳踝 因為我們很明確 這一條以上是臀部管 但是他一直指不出來 他說我就是在這裡周圍痛 但我不知道你講的哪一點 我沒辦法明確 他好像很深沉 這樣你能不能知道答案了 患者會跟你講啊 要不然他就比給你看 就是有一點 我真的不能明確指 因為這一條關係著 一個是臀部 一個是腳踝的關鍵點 對不對 下去 下去就是由這裡管嘛 那上來就是由臀部管 那他又講不清楚 那怎麼辦呢 兜樓 兜樓是最保險的 這個答案還不準確 萬一遇到 所以我們這一套是在 從患者對話中 你就可以找答案的 他如果說不知道 那我常常用一種比喻叫做 他連當地都不知道 表示他是遠方來的 所以對當地還不熟悉 那遠方來一定是從最遠處處理 這樣知道了吧 如果當地人一定知道當地事 所以他會很明確指出來 所以既然指不出來 你就往遠處找 這樣就你們常常會遇到 這種有時候這裡痛 因為他這裡也關係著兩個開關 這裡痛 你問他他就講不出來 他講不出來就是遠處 這樣大家懂了嗎 好我們開始來做 這裡疼嗎 我說腳跟痛這一點一定痛 來放鬆 他一奔緊喔 就防衛力很大 會有彈性 我就被手肘被彈出來 很不容易揉進去 來你放鬆 這樣痛嗎 因為你沒有放鬆 你臀部會受傷 因為我在私力進去 你臀部就奔緊 就會被我 你放鬆 我就以你能接受的力量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好那你就盡量放鬆 你深呼吸 好 越放鬆越有效 越不受傷 好 這裡呢 也痛 你放鬆 對 對 我看他奔得很緊喔 我很賣力喔 也不行 好那就 我就隨言啦 你奔緊我就不出力了 我就隨便揉一揉啦 他舒緩的時候能鬆 但是我一按下去就緊 一點辦法都沒有 好 那我就揉另外一邊了 好 我知道臀部是很痛的 這個痛嗎 這個點 這個還好 這個還好 好 這裡呢 這裡有一點痛 這一點還好嗎 好 那就是這裡 這裡喔 那這裡呢 這邊不可以痛 這裡就不大痛 我剛剛這樣揉你 這一點比較痛是吧 這一點比較痛是吧 我手勁不大 我左手不大 我手勁不大 我左手不大 我再幫你揉一次啊 因為你剛剛這裡一直奔緊 實在沒辦法揉進去 最後一次啊 你盡量鬆啊 對你的腳絕對有幫助啊 你在奔緊我就沒辦法了 哇又奔緊了 哇 這真的沒辦法 好沒辦法 好 好 那就這樣 這樣 反正應該也有效啦 反正有刺激到就有效 好 那就這樣吧 我看你很自然的反應 我都出汗了 還在捏再看 沒有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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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 那大腿再敲敲 這邊也好了 這邊 好了 好了齁 確定 好 不會 不會 不會